我告诉你啊,要吃这样又酥又脆,还个个空气的大油条,不用飞的去外面买,其实做法特别简单,根本没你想的那么难,只需要在盆中打个蛋,加15克食用油,230克温水,5克盐,用筷子搅散,这个是二斤调制好的油条面粉,不需要加其他东西,活一斤就够齐不个人吃了,用筷子活成面絮,再用你的小手握成全头,用踹面叠面的手法,活到没有干面, 每天用心叫做菜,给我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,非常感谢,盖上保鲜膜,静置15分钟,再用踹面叠面的手法,活成光滑的面团,表面上抹点油,盖上保鲜膜,醒半个小时,面板上抹油,把醒好的面,按住一头,往外撑,边撑,边撑,边按成一厘米厚的面片,再用刀切成三厘米宽的条,拿起一个脸对脸,隔到一起,再用手指在中间按一排坑, 炸的时候,轻轻称一下,油温180度,中火下锅炸,飘起来就用筷子翻个,越翻越大,炸到金黄酥脆,就可以出锅了,又酥又脆,学会了,又多一个手艺,都可以摆摊了,赶紧试试吧